嗨大家好我是Nick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这次还是在池袋的东口介绍美食 今天先到这家 牛链 哎呀来了两次 第三次终于知道了 这家店在日本开了10家店 具体地址可以看链接 这家店只能使用现金和现用卡 微信支付宝银联卡不能用 支付方式有点少 新开的店装修挺不错的 店里有84个座位 午饭时间人也挺多 这个是我的座位 挺宽敞的 没有调味料 只有双筷子 包的话只能放在椅子里面了 这里中午的套餐一般就是烤肉套餐 米饭是随便加的 猪链套餐就是猪内脏 价格在1000日币到1200日币 还有高级一点的月间烤肉套餐 就是黑毛和牛1600日币 炖牛肉和咖喱便宜一点 我今天过来肯定是吃 无限加肉套餐1500日币 一看就很实惠 不过要注意几点 套餐中的烤肉是无限加的 蔬菜色拉和汤 是可以无限序的 饭量有大中小 推荐选择小碗 因为即使是小碗 上凉的饭量也挺多的 商家很厚的 还有五种酱料 一次只能选择一种 吃完后再选 这家店为了杜绝食物浪费 如果有没有吃完的肉 一律以一克5日币来计算 如果有吃不完的酱汁 那就一起计算 这一点小伙伴要注意了 商家很环保 还有一点 只有点无限加入套餐 结账的时候必须用现金 其他的可以用信用卡 或现金付款 点餐后服务员会端来一脸盆的肉 一堆一堆毫不吝啬的网女饭上加 不过只能加一次 所以想吃惠本的小伙伴 早饭就少吃一点 还有以下两种情况下 他才停止加肉 第一 你喊停不加了 第二 真的堆到已经堆不下了 他也会自动停下来 哇 这次套餐里的菜品还挺多的 我觉得差不多了 才停下来的 其实还可以堆得更加高 反正米饭已经看不见了 来 先吃一口原味的牛肉看看 看起来很生猛 肉是冷的 焚焚嫩嫩的牛肉味道很浓郁 很薄也很嫩 大口吃肉很满足 来 再黏这个胡椒上试试看 有微微胡椒的味道 还有点甜 搭配成牛肉可以引干生肉特有的味道 酸辣很一般 酸辣是酸味的 再把蛋黄放到牛肉上 把蛋液均匀地涂抹上去吃一下 酸辣很一般 酸辣的口感还有点蛋黄的腥味 牛肉味道瞬间拉垮 干脆把酸汁全部倒上去吃吧 汤很清淡 味道不错 牛肉是冷的 喝点汤暖暖味 肉太多了 反而酸汁不够 虽然表面是自烤过的 但是中间还是生的 吃不习惯 这次追加了一个高级沙司 还有一碗汤 还有这么大一块蛋白 肉太冷了 我是吃两口肉 喝一口汤暖味 这个沙司真的很好吃 味道是酸甜味 还挺配这个牛肉的 这碟牛肉小菜有点像红烧牛肉 味道甜味 口感很嫩 不错 凉拌豆芽菜 有点胡椒和麻油味 酱汁不能浪费 否则要罚钱的 再喝口汤暖的味吧 又点了一碟卤烙酱 和一碗汤 这次芝麻很多 浓浓的奶香 配着牛肉也挺不错的 这种酸汤没酱汁真的吃不下 总结一下 在家店上菜速度比较慢 1500日比 肉无限加 汤 酱汁 蔬菜色拉 随便加 挺实惠的 不过我的话没有酱汁 单吃肉的话 这么多肉我肯定吃不下 最终还是要配着酱汁掩盖 生肉独有的味道才能吃完 毕竟吃不来生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 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